大家好啊 我是牛叔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一个人对抗整个世界的故事 守法公民 永强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有一个爱他的媳妇 还有个可爱的小闺女 夫妇何求啊 突然有一天家里闯进来两个劫匪 熊大和熊二 他们把永强捆着呢 抢走家里之前的东西就得了呗 不电 残暴的熊大看上了永强的媳妇 熊二在门口怎么召唤她都不走啊 细节不必描述啊 永强眼睁睁看着熊大残害了自己的媳妇 和闺女 一个曾经美好的家庭 从此以后只剩下灵魂惨破的永强 熊大和熊二做完这事 没消他几天就被逮住了 但是因为这个案子证据不足 法医破坏了作案现场 DNA指纹什么的都判定无效 打过案是十有八九会输 所以主控官格林就跟熊大做了一个交易 如果熊大转为污点证人 指证熊二是杀人凶手 那么就会对熊大从情发落 其实格林也是为了保持自己的高定罪律 如果案子打输了 对他的声誉有影响 永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懵逼了 杀害他妻女的主犯 就因为跟主控官做了交易 所以只需要做几年劳 这法律是他们跟我闹玩呢 但他说什么都不好使 格林已经决定跟熊大做交易了 在法官的宣判下 在格林领导的鼓励中 在熊大欣慰的笑容中 格林终于把这个案子给结了 工作就是工作 虽然明知道熊大就是凶手 但是格林的高定罪律还在保持着 可以说是皆大欢喜 但永强接受不了 自己的妻女没了 主犯没有得到惩罚 说什么证据不足无法判罪 他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既然不能改变结果 又不甘心屈从 只能亲手毁灭 作为一个守法公民 我不是懦弱 我只是善良 既然你触怒了我 那就等待迎接愤怒和绝望的燃烧吧 十年之后 熊二在行刑室里接受注射死亡 本来是应该安乐死的 结果注射的药物被人调换 所以熊二死亡的时候充满了痛苦 熊大刑满释放 被永强骗到旧区 注射了加勒比河豚毒素 就是那种让人全身瘫痪 但是精神依然无比清晰的毒素 绝对不会让他少受一点折磨 熊大最后一共被肢解了25块 Perfect 好了 七女的大仇一爆 这个电影该结束了吧 我一看进度条 还有整整一个半小时 我预感到事情好像没有这么简单 对于永强来说 这只是一个开始 Just the beginning 他要对抗的是整个腐朽的司法系统 他脱光流的让警察上门把他抓走 在主控官隔离面前 他很明确的表示 自己就是凶手 就是我干的 怎么了 有毛病吗 确实是没毛病 因为格林证据不足 无法指控永强 永强说你不是爱做教育吗 我就跟你做个教育 你给我整个习孟斯床垫 我就认罪 把格林整的懵逼呵呵 手上确实是没有证据 但是永强为了一个习孟斯床垫 就敢承认谋杀罪 这不是精神病吗 虽然预感到永强在耍花招 但只好答应下来 把他的床垫换成了习孟斯 等到法官大人断案这一天 永强当庭翻供 公正人没有证据证明 我杀人 把我关进监狱是违法的 法官大人 这种违法行为 在国内外会造成很坏影响的 法官被说的哑口无言 决定允许永强保释 永强当着众人 给法官一顿嘲讽 你只知道赵本宣克 根本不管什么是正义 根本不管事与非 每天把疯子和杀人犯 从这里放出去 这块确实挺出气 他来法庭的目的 就是要嘲讽法官 永强把法官给整生气了 不许保释 继续关进监狱 回到监狱之后 又跟格林提出交易 格林说你已经没有筹码了 我跟你交易啥呀 那啥 那个熊大的辩护律师 不是丢了吗 你跟我做个交易 我告诉你他在哪 格林出去一调查 那个律师已经消失三天了 永强的交易内容是 午餐 想吃一顿上等的牛排 必须在一点之前吃上 等到把牛排送到监狱的时候 其他犯人都疯了 这小子是不是上面有人 又是睡席梦司 又是吃牛排的 美国总统进来也没有这个待遇 尤其是永强的室友大壮 眼睛里似乎闪烁着泪水 眼神里有那么一点点委屈 又有那么一点点无奈 终于永强提供了一个坐标 但是由于牛排送上来的时间 晚了八分钟 永强设定的时间可丁可卯的 格林他们去救援的时候 养气袋已经耗尽 律师窒息而死 等到监狱的人都撤退了 永强看大壮可怜巴巴的 在那吵着 吸力也挺不好意思的 就邀请大壮过来一起吃 大壮心里也在怀疑 哎呀妈呀 这这到底啥背景啊 在监狱里碎西蒙斯吃牛排 那是老牛逼了 永强要请他吃牛排 他也没忍住 监狱里伙食确实是不咋好 在大壮陶醉的吃牛排的时候 永强抽出牛排骨 将可怜的大壮干死了 永强被关进了紧闭室 这个时候 格林和同事们一直没有停止调查 搞不明白永强到底是要干啥 他们找到了一个知情人 这个人是永强以前的同事 他们干的工作 就是替政府暗杀想除掉的人 而永强就是他们队伍中的军师 说明媚点就是超级智力型英雄 他每走一步都是魔化好的 这个人就告诉格林 永强想杀谁 谁就得死 你们根本阻止不了 这语气确实是挺吓人 结果就当着格林对面 法官在接电话的时候 手机爆了 这里有两种可能啊 一种是永强在手机上动了手脚 另一种是法官用的三星手机 不管是哪种吧 格林都认准了是永强干的 在跟永强谈话的时候 永强说说了他干这些事的初衷 以我的经验 不流血的话 教训很快就会被忘记 你们以为我是在复仇 如果我想复仇的话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啊 现在没有一个能活着的 我想要改变的是这个腐朽的司法系统 确实是永雄心壮志 永强说你不是乐意做交易吗 咱再做一个交易 你在六点以前把我放了 把对我的指控全部撤销 这次还有得谈 否则我就杀了所有人 他这话确实挺吓人 但是格林想放也不敢放啊 监狱也不是他家开的 其实永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已经决定要动手了 这一夜对办公室里的所有人都是煎熬啊 等到六点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众人总算松了一口气 在准备回家的时候 格林的助手 一个漂亮的妹子 可劲儿跟格林白白呀 牛叔心咯噔一下了 完了 这个画面我似曾相识啊 永强在监狱里 也露出了愧疚的表情 六名检察官全部报秀 非常神奇的是 格林的车上根本没有安装炸药 在参加完同事的葬礼之后 格林和他的领导老检察官 往回走的时候 出发了 老检察官被打死了 整个城市陷入一场恐慌之中 他们心里都知道是永强干的 但是永强一直在监狱里关紧闭啊 就这么神奇 明知道罪犯是谁 但就是拿他没找 于是市长就开会了 一堆人就研究 无论如何要在法律里找出一条来 在明天之前弄死永强 多么残酷的笑话啊 堂堂市长大人要用非法手段 弄死一个小屁民 那么作为一个小屁民 只有死路一条 但永强明显奇高一招 他已经在市长开会的楼下 安装了烈性炸药 只要他拨通电话 市长和他的走狗们就飞回颜面 但是好莱坞的大片 怎么会有这种结局呢 格林在之前接到了一个神秘邮件 通过邮件他找到了永强购买的房产 正处于监狱附近 于是格林来到这处房产 发现了永强的秘密 原来他挖通了监狱的紧闭室 这些事都是他跑出来干的 影片最后 格林和永强再一次追递 永强听到了他做这些事的唯一目的 永强拨通炸弹的遥控电话 炸弹已经被格林拿到了永强的床下 永强看到炸弹之后先是惊慌 而后又露出无奈的笑容 至少他的目的达成了 他终于改变了格林的想法 本片晚 大家看到了吗 改变一个人的想法是多么困难 像男主这么牛逼的人都谋划了十年 甚至杀害了那么多无辜的生命 就为了听格林的一句话 太难了 你看现在国内那么多的盆子 整天在网上漫无目的地发表自己的言论 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 无所不用其极 到头来结果是什么 两个人都觉得对方是傻逼 然后时间都在无休止的骂骂中浪费了 就像很多要掰执牛叔三观的小同学 你说服不了我 我也说服不了你 大家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这个无限的争论中是没有意义的 等过几年你再回头看看我说的话 或是想给自己俩嘴巴子 或是想给我俩嘴巴子 没毛病啊 牛叔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大神 就是想到哪说到哪 是非对错留给后人去评判吧 至少牛叔的愿望是好的 欢迎大家关注牛叔的微信订阅号 牛叔说电影 在那里回复本片的片名 就会有你想要的资源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